納坦颱风过后 卡坦瑞内斯省 有四个区域受损最严重 省长科孙福穿起志工背心 跟着慈济人实地访试 即使是下大雨 脚步也没停下来 这是慈济第二次来探访 身边支援的华人朋友 也越来越多 除了省长还有华商 也投入救灾行列 尤其知道慈济人 是远从马尼拉而来 除了发放限制卡 未来还要发大米 当地华商立刻表达 愿意支援卡车 最大的物流商 也义务提供仓库放置大米 做善事 有共鸣 爱的种子已经开始在当地萌芽 大约新闻李佳美罗约翰 菲律宾报道